講了這麼多有關疫情的數據 最新的情況 今天就講一些輕鬆一點的 那天我就看到一篇文章 就在紐約卡那裡看到 他說一個在德薩斯州的疑科醫生 說他在醫院去看一些 疑科的COVID病人的一些感受 我們都可以從他的技術裡面 側面看得到 小朋友或者青少年感染COVID的情況 就是在德克薩斯州這麼久以來 有11萬6千人感染COVID需要入院的個案裡面 只有253個是小孩子 就是說大部分小孩子感染了 都是不需要入院的 以他自己個人的經驗來看 就似乎最差的是一些teenager 就是十多歲的那些 那些BB或者小學生的年紀 通常感染COVID入院 多數都是沒什麼問題的 那根據他的說法 他的印象中 就是這些感染的小孩子 通常就分四類 第一類就是一些很小的BB 就是因為感染了COVID之後 通常他就不只是感染COVID 因為BB抵抗力藥 有很多時候感染其他的呼吸系統病毒 例如那些什麼呼吸系統核包病毒 就是混在一起 流感那些 通常有幾個病毒一起感染 令到他有些缺氧啊 肺炎啊 那些這樣的 第二類就多數是青少年多 他就說有好幾個青少年 就是呼吸衰竭的 就是感染了COVID之後 他不聞氧氣 血裡面的氧氣濃度就不停下跌了 那就是要一路要聞著氧氣 要很多日啊 甚至很多個星期 都要聞著氧氣 那麼這些青少年人 就很多時候需要 就等他們慢慢好 當他們就除了那個氧氣 那就要 make sure 他們在病房裡面 不斷行路六分鐘 六分鐘之內 都看不到他的desert 就是看不到 血裡面的血氧量降低 才讓他們回家 那第三類入院的人 其實主要不是因為COVID入院的 那這些小孩 就是因為其他原因入院 那麼入院後 才發現他有COVID 那應該都不太嚴重了 而最尾的那一類 就是最差的那些 就是那些有那些 很少見的COVID病發症 比如那些叫多器官發言中合症 那些叫MIS-SIR 那這些病 就會好像川崎症一樣的 身體很多的器官都會受損 那也有些 就是感染了COVID之後 就引發一些中風 腦裡面的血塊凝固 肺血管裡面的血塊凝固 這些嚴重的Case 不過值得因為的 他就覺得這麼久以來 其實真的 就是青少年人小朋友 感染COVID 死亡的個案都是相當之少的 那大家要知道 在疑科病房 死亡的個案是很大件事的 那以我自己的經驗來說 疑科病房 其實都是比較開心的病房 因為多數小孩都能夠康復出院的 但也有少部分有些嚴重的病 例如先天性心臟病 或者有些血癌的Case 有些真的很長期住院 住在疑科的ICU病房 這些病人 因為醫生經常 每天都會見到他 因為很多時候 每天都要幫他抽血 要做一些不同的程序 血癌的病人 很多時候有很多那些 就是那些導管 要抽血 要清潔 要痛 有很多檢查要做 當你每一天見到他 見到一段時間的話 即是不要說很深感情 但如果真的 他不幸運 真的有一天離開的話 通常對於整個疑科病房來說 的同事 就是那個心理上 都是有些震撼 所以這個醫生 就會說覺得 so far來講 就看到這麼多的COVID病症 疑科裡面 似乎 真的死亡的個案 都不是這麼多 這個都是值得欣慰 據說到 很多時候 小朋友入院的時候 家長很多時候都很內疚 覺得 如果是我就好了 不要 不想小朋友受苦 寧願自己受苦 還有入院的時候 因為COVID很大人會害怕 即使在歐美國家 已經造成了這麼多人的死亡 很多時候 家長就會問 醫生 會不會死的 小朋友 這個醫生 都說得他一些心聲 很多做過前線的醫護 都會有這種感覺 雖然我們知道 在COVID裡面 小朋友嚴重 到死亡的 其實都相當之少 但是 這位醫生 都說到了 在他醫院這樣算 如果有小朋友入到院 是因為COVID 是需要住院的話 其實裏面 每一百個裏面 就有一個 就未必能夠真是活住出院的 所以他自己就說 很多時候聽到家長問他 小朋友會不會死 他自己的心裏面 雖然很想告訴他 其實是沒事的 多數都 但是他的醫學科學訓練 就告訴他 其實始終有一個很小的機會 一百分一的機會 這些小朋友是不可以的 所以他就說 通常會壓抑著自己 很想告訴他 多數沒事的感覺 就會告訴他 我們會盡力去幫助小朋友 如果小朋友的情況差 就會找ICU針治療部的同事 再去看他 盡量去幫助他 這是很多次前線醫生 會經歷過的感覺 他也說到 很多時候他在巡訪的時候 本身看到鼻孔出來入來的時候 很差 然後慢慢看到 可以脫掉一些氧氣口 可以到病房走來走去 心裏都覺得很欣慰 其實挺有趣的 不太重 我的連結可以放在下面 大家從一個側面 看得到前線醫生 應對疫情的情況 在應對疫情的時候的感受 尤其是這個醫生是一個女性 她其實在COVID剛剛爆發的時候 剛剛是懷孕 她也有些說到自己 作為一個懷孕的女性 甚至寶寶出生之後 再繼續去看COVID病人 心裏的感覺 大家有興趣可以自己看看 好 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請你留言、點讚、訂閱 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會不會吃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